在这个地方我们介绍定积分的一个很重要的性质 就是相加的积分可以等于积分的相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两个函数相加的时候 我们的话呢 要求它的定积分 我们可以把两个函数拉开来 变成了两个积分的相加 那么我们的解释是这一句 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函数叫做F 那么这个F的话呢 它在AB之间所围出来的面积 来我们面积看看 这就是红色的部分是我们A到B之间所围出来的面积 我们再来看一个GX 那GX的话呢 假设是一个常数函数 这样容易解释 那么F加G的话呢 就是整个函数向上拉高 来我们把F加G算出来 这两块面积红色的加黄色的合在一起的话呢 将是F加G全部合在一起的一个面积 来我们把整体的面积 这块面积就是刚刚那两个函数所围出来的面积的总和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把它两个拆开来变成两个相加 这对于我们的积分的计算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介绍下一个性质 下一个性质是说 一个常数可以提到积分的外面 这边有一个C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扔到积分的外面 那它的意义是这样的 F是这条线 那么它所围出来的面积是黄色的面积 CF的话呢 是它的C倍 那么我们的这个高度就会相当于是高出了C倍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它所围出来的面积 恰巧就是底下原来没有C倍 它所夹出来面积的C倍 也就是说 CF它这个蓝色所围出来的总面积 会是黄色的面积的C倍 那么这对于我们的计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性质 区域分割的问题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A到B之间所围出来的面积 这个在F之下所围出来的这个定积分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中间的话呢 我们喜欢中间找了一个C 我们把它分割开来 这两块面积当然就是A到B之间所围出来的面积 我们所以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从A到C 这一块黄色的面积 这是红色的面积 是C到B 我们可以把区域分割开来 变成了两个部分 两个积分 那么再来看下一个性质 这个性质的话呢 很重要的就是很基本的观念 就是A到A 如果说下限是A 上限也是A 这两个是数字是一样的话呢 它中间是没有夹到任何的面积的 所以这个积分值必然是0 再过来 如果说是A到B之间所围出来的面积 如果下限跟上限做对调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积分值将会差一个负号 那么我们对于这些定积分的基本性质 如果能够熟练的话呢 对于我们计算上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感谢观看